考虑好了吗 二十亿弄你一晚上 狗仔给我换干净点 给钱玩你是抬举你 信不信 我分分钟把你公司给弄垮呀 我看你敢 我在家五亿陪我回家去弄 我家里可是十八般武器 样样都全呀 找索了 顾晨 你来干什么 哟 这不是咱们市有名的 瘸子坠绪吗 我的老公还轮不到你叫去 凤凰配山鸡 真他妈恶心 推 你到底想干嘛 我就喜欢玩这种 有韵味的人妻 你 要不是老爷子大寿 老子的十八般武艺 都会用在他身上 别忘了啊 顾晨 你来干什么 我当然是担心你 担心有什么用 你又拿不出二十亿 二十亿 你就想委屈求全 二十亿 你连一份三千的工作都保不住 还来对我这首画奖 注意你的身份 二十亿 好一个准讯 小晴 帮我给陈阳 准备一份大礼 各位 感谢诸位来参加我 陈某人的寿宴 也感谢远道而来的朋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山口祖的嘉诚先生 要喜 包帝国的金女士 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啊 不仅是我爹的寿臣 更是我陈氏集团 成功融资三十个亿 可喜可贺 干爹 小小贺礼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好好好 库长货礼大 你这种货色 也可以参加陈老的寿宴 顾长 你个废物 带个小别三过来耍威风是吧 小别三 长得挺润的 怎么 怎么 你知道整个远阳市 都怎么称呼你吗 来一遍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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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整个远阳市 怎么称呼你老婆吗 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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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想看看 我送给你老子的生日贺礼 一个土鞭 哪天能买得起什么礼物啊 你 什么 你应养给我送中 老先生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新习俗吗 别着急 真正的贺礼 还没送到 顾长 你个没爹生没妈养的畜生 老子没去找你 你来教我是吧 不好了不好了 陈总不好了 我们的股市亏损了五十个亿啊 真正五十个亿 谁干的 怎么样 这份贺礼 还喜欢吗 三日内 我定要你是不如死 少主 家主李主是希望您能回米国监管消假 金融战争已经开始 各国都开始蠢蠢欲动 当年 是爷爷怕我们手足相残 才让我去顾家当养子 没想到顾家闲平爱妇 少女的意思是 12回消假 不 先回宁城 新月呀 听妈的 赶紧跟那个肺部离婚 嫁个有钱的老公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呀 早过这辈子自己送人了 你还有余什么呢 新月啊 这大早上 就惹妈生气呢 乖 听妈的话 跟那个瘸子把婚给离了 然后把公司的亏空补上 接着就老老实实安安心心的 当一个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我辛苦经历了公司 凭什么你要空手套白了 赔钱货 女孩家家的 嫁个有钱的就行了 把公司给你说 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觉得成少就不错 我再说一遍 我不靠男人 新月 那可是二十个亿呀 二十个亿当彩礼还不够 行月呀 你还想什么呢 难道你真想跟那个废母绑在一起吗 妈 我不是商品 不要再说了 妹妹 你年纪还小 难道真准备 守一个瘸子过一辈子 哎呀 宁总 不好了 咱们谈好的合作全都毁约了 咱们的资金链断了 链儿啊 这可怎么办 咱们家不会变成穷人了吧 妹妹 我可不想当穷人的 快 给程庄打电话吧 这一趟 我开始来队了 嘿 你是谁呀 谁要进我们家来的 赶紧给我混出去 请问哪位是宁新月宁总 我是 请问您是 肖甲 你是肖甲的人 什么肖甲 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人不知道肖甲 肖甲 肖甲 床上中富豪榜前三的肖甲 据说资产换成黄金 可是一种大大山啊 那可是比猪猫狼王妇还要高啊 嘿嘿 那个是我有眼无珠 那那个 你请见谅 我是来代表我们家少爷和你们公司谈合作的 合作和我 我们家少爷愿意出资五十个亿 五十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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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满你们公司的股权 但绝不干涉公司的发展方向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签了吧 我好回去交差 哎呦 谢天谢地 真是活菩萨呀 薛月快 赶紧签了 签了 签可以 但是肖甲和我非亲非故的 为什么要帮我 我也是受人之托 至于原因呢 我想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哎呀还想什么呀 赶紧签呐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你不签我签 不想 你不配 好 我签 臭婊子 原来你早就找上金主了 当了婊子还立什么牌方呀 就算你有点姿色 也早就被人玩烂了 你再说一遍 哈哈哈 你个废物也在呢 你知道这臭娘们给你戴了多少绿帽子吗 还有你 你就是个马桶 知道马桶什么意思吗 能用 但是脏啊 我告诉你 等你被玩腻了 别跪着来求了 咋够了 喂爸 兔崽子 你撒里去了 公司都快破产了 啊 少爷 前天牛家到了 少爷 天牛啊 这次陈家破产的事做得不错 我很满意 少爷 如果当年不是肖家对他的帮助 他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能为肖家做事 是他的荣幸 职人图报 很好 还有少爷 在我们针对陈家的这次过程中 我们发现陈家的真实背景其实就是 但是无法 是您 是我 您还记得当年您提点的那个清洁工吗 他现在就是陈家的家主 陈鼎天 家主 陈鼎天 对 你这老东西 早就不长眼睛吗 对不起 我真没看着 你知道我这鞋多少钱吗 你再看这周围 这整条街都是爷爷我的 你今天你心心好 老婆还在床躺着呢 孩子还没钱交学费 真的没钱 没钱是吧 给我把鞋取 你来 没打完 我赔钱 我赔钱 铺手 哪来的兔崽子 大胆 你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我们肖家未来的家主 什么 肖家 您大人不去选过 我不知道您和老爷子出现 难道穷人 就天生感受欺负 有钱就可以欺负穷人吗 刚刚 你是叫谁舔鞋 好吃 好吃 这里是两千万 先给老婆孩子治病 还有 这条街是没了 是他呀 不过 这次他惹错人了 我会再送给 陈家一份大礼的 兔崽子 吃了熊心包崽了 敢得罪钱铁牛 爸 什么铁牛铁猴 我听都没听说过 远阳市有名的牛魔王 你都不知道 他是地下黑道的汪 爸 爸 你救我呀 现在只能找到一个人 我们才有活命的机会啊 谁 我去找 多年以前 我曾得到一个贵人的相助 才有今天这个地位 这个贵人就是 肖家 肖云珠 只是肖家的行踪一直飘火不定啊 肖少 爹 天无杰人之路了 钱铁牛 看我不整死你 肖城 这家会所 就算是国内最顶级的富豪 也要提前三个月预约 你怎么办到的 这个呀 秘密 越来越不懂你了 顾先生 一切还是照旧吗 对 你交代的事情 我都已经吩咐下去了 什么策略 好 你以前 经常来这儿吗 怎么连服务员都知道你的喜好 还有这段时间 我发现 越来越不一样 就好像 脱胎换骨一样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不说就不说 谁吸他 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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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走你救救我